欢迎收看剧教2.0 我是高文英 一位67岁的院长 他可以领老人年金了 为什么看起来如此青春活力 好像五十几岁而已 他有自己的抗衰老秘方 叫食爪操以及食疗 美女中医师告诉大家 这么湿冷的天气 或许你可以吃一些萝卜泥 为什么呢 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潘医师 副健科医师 大家对他的印象 之前不是教过吗 铁达你好 今天他要告诉大家 筋膜所有的养生密码 都在李小龙的寸圈里 欢迎梁锦华院长 陈小萱医师 潘剑李医师 各位好 大家好 回头望月的动作 可以强化我们的腰椎的关节 比如说工作比较疲倦的人 我们就适合用一些官员血 肚脊以下四根手指头的地方 官员 对 身体有时候可能容易有一些癌症体质 或者是容易长一些有的没有的 我们也会请他说 可以用这个药材来做保养 其实这是动手指 手指头在拼命在动 但我们的手指的一个活动 是跟我们的大脑 尤其是前耳叶 很有关系 一个软筋体质的人 大部分是女性 她其实没有意识到自己受伤了 可以转一圈过来 我们从手指头 一路到我们的脖子筋膜 是这么样的连续在一起 所以当我们在做 手的伸展的时候 对于脖子的压力解除 是非常有效的 我把它叫做亲戚独立 其实就是单脚的一个站立 那刚开始你就把它插起来 然后就用你常用的那些脚 然后再做支撑 然后就这样抬起来 对 晃没有关系 但是你一定要至少要维持30秒 维持到30秒就代表 比如说我这样就不行了 30秒是最理想 但如果低于20秒的话 那么因为有一些研究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要办法维持20秒的话 未来中风的机会会增加了30% 好 你能经济独立吗 来 院长告诉大家说 有三招的自我检测法 你为老先摔了吗 第一个经济独立 第二个隔空取物 第三个鱼泊荡 什么意思 院长 来 马上请院长告诉大家 经济独立 以单脚尽力看平衡能力 这有中风的风险 这个是最近 应该这几年做的一些研究 那么如果我们单脚站起来 没有办法维持超过20秒 那么中风的机会 大概正在30% 事实上那些中风都是我们所谓的 雅铃床里看不出来的 都是小血管的一些晒注 那那个可以从MRI 有检查出来的 所以请观众朋友 我现在就原地起立 如果你可以经济独立超过几秒 至少20秒 至少20秒才算过关 是 我可以请潘医师来试办吗 因为他是最佳运动员 如果连一个不见科全威都不行 来院长知道 绝对不会 其实有很多种方式 你可以插腰这样子 不错 这样也可以这样 或者这样都可以 然后如果能够闭着眼睛就更棒 闭着眼睛 如果能够闭着眼睛超过10秒就更棒 院长那如果现在观众朋友 他这样做 他闭起眼睛 他在晃 你看潘医师腿有点晃 对不对 我先要说明 如果长者或者说长辈们 对 旁边一定要有人 不要一下子随便坐 会危险 会帅打 这个主要是测中风的风险 因为其实这个是跟我们的本体知觉有关系 我们知道我们闭着眼睛 你看 你不知道你在哪里 对不对 对 那个是本体知觉 但是可以训练的 那经济独立就是单脚去站立的话 其实是可以抓到你的本体知觉在哪里 你可以闭着眼睛 话没有关系 但是能够维持 一般65岁以上 5秒就可以了 我现在终于知道 为什么梁院长你67岁 看起来像50几岁的高颜值 所以你除了自己自我检测的话 平常都是有在养生的 好 那我继续 隔空取物 你说你要请我们的铁粉 现在要训练认知功能 瞬间抓持 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 现在的生活很容易专注力丢掉 我们说容易分心 那么做这个目的就是 第一个你要盯着看着它 这样子 你手像这样子 5秒之内我会随时丢下来 那你要看着它然后随时反应 不错 可以了 一般我们做5次 然后取它的平均 比如说我们再这样 很好 对不对 我们再来应该会越来越好的 对不对 你看会越来越好 通常如果5次 你们能够抓到一半以上 65岁以上的人 大概没有问题了 那就很棒了 那成绩单就漂亮了 是 因为这个跟你那个前额叶很有关系 是 院长 鱼泊荡漾是捏自己的肉 拉手背的皮肤看内在之美 要看你自己有没有水分营养 拉上来 它有会回去它原来的那个位置 通常我们这样说好了 因为我们这个年纪 你只要在10秒到50秒之内回去都可以 那不错 这是很长 但是有一个我们会判断什么呢 比如说你回去以后 看你的水分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长辈们 很容易会不喝水 对 会处于一个我们常说 好像脱水的 当然那个是隐性的脱水 但我们知道我们身体很多的一些内脏器官 水分不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那盘一石的水分喝得够吗 来 几秒钟我们送 回去了 你看 文英看看 你说他几秒钟 马上 几乎 对 有做运动的人会更好 了解 谢谢院长 谢谢潘医师当model 不过潘医师这一次再来 要告诉大家抗衰老 不见科权威要说 养生密码藏在哪 藏在李小龙的寸泉里 为何呢 李小龙大家知道 他的一泉下去 他的重量是400磅 大家可能对400磅没有概念 我们的拳王阿里 一泉也是400磅 可是大家觉得 奇怪了 拳王阿里的体重大概是李小龙两倍 那为什么他肌肉量是李小龙两倍 李小龙居然可以打出一样重的拳呢 其实李小龙我认为是全世界最会利用筋膜的人 也就是说他可以用筋膜的力量 我们知道筋膜是全身上下贯穿的 他可以连接所有的肌肉 所以他善用了筋膜的力量 把全身的肌肉力量 集中在这个一拳的中间 所以可以打出像拳王阿里一样的重拳 所以由于李小龙对于筋膜的使用 非常的有效率 所以当我们年纪慢慢的增长 进入首领的状况 我们知道会有所谓积少症 肌肉量越来越少 所以在我们养生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懂得运用筋膜的力量的话 即使你的肌肉量越来越少 还是会得到力量 现在是不是连NASA新一代的 太空登陆艇 为什么这里面 藏有聪明的三节棍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手板 就是说NASA的太空艇 以前都是有个轮子在上面 然后有机器 那当然登陆的时候 由于撞击的力量很大 有时候会车毁 所有东西都没有了 但是新一代的NASA的登陆艇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 有很多很多的棍子 棍子旁边连了很多很多的绳索 那这个我们就有聪明的三节棍 或者说团结的三节棍 这个也是利用筋膜一样的概念 我们称为变形金刚 什么叫变形金刚呢 这个变形就是说它形状会改变 这个金是金膜的金 钢是钢举木章的钢 也就是说这些聪明的三节棍 在撞击在地面的时候 它会利用变形的力量 把这个能量吸收掉 也就是说这个登陆艇 不会因为高度的撞击 而产生溃缩或者溃散 所以在我们慢慢步入老年的过程当中 其实最怕的就是跌倒 对 那如果你对于你的筋膜有善用的话 懂得去运用你的筋膜的话 即使在撞击的那一刹 也可以利用筋膜的力量 把力量分散来 才不会集中到骨头 产生骨折的风险 好 我先预告一下 等一下 这是首度的超音波仪器 要进聚焦的摄影棚 要告诉大家 人体的筋膜是可以用超音波 照出来测出来的 在这之前我要先请教陈医师了 陈医师是知名中医师张布陶的学生 中医怎么看衰老 你说寒气叫做百病之源 我有一段影片 是陈医师提醒大家 这种天气可以在家里选择温酒 那里面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比较温热的药包 放在这个套子里面 然后用这种电子温热气加热的方式 放在我们的穴道上 如果像是女生呢 我们比较常用的就是像神圈 神圈就是肚子的地方 肚脐的地方 可以放在上面温大概五分钟 还有气海的地方 就是集下两根手指头 这个位置 也放五分钟 还有观圆穴 集下四根手指头的地方 差不多这里 也温五分钟 这些可以有一些暖弓 还有缓解痛筋 还有一些助孕的效果 好 马上 整疗窗镜摄影棚 最帅气的model是运动防护员 人际飘王的黄建哲教练 大家好 跟大家说好 陈医师 刚刚这个VCR里面的中药包 你加了什么秘方 OK 这个中药包里面呢 我们会用像细心 艾叶 抛肤子 还有威灵仙 那这些药材主要是 它是比较属于 温阳还有通筋的效果 那我们会把它打成粉 它会有一点淡淡的香味 然后我们会把它放在 我们的那个 电子温灸器里面 然后借由这个 我们这个电子温灸器呢 它会有一些加热的功效 然后借由这样子的方式 来做穴道的调理 哇 那接下来这个就非常重要了 到底是哪一些穴道 是 神缺穴呢 最简单就是直接放在肚脐上面 神缺穴 对 神缺呢 它呢 其实它 它放在这边呢 我们讲说它是神器 神器的这个出入口 那它会通五脏 所以我们会把它放在 这个神缺穴上面 那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 其实你如果没有电子温灸器 有些人也可以去买一些 爱调的东西 自己在家里做 还有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气海 气海的话呢 就是肚脐以下 两只手指头 正中央的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那这个气海呢 我们讲说它是我们这个所有气 我们讲中医 讲说这个气 就是说这个气 所有聚集的 这个比较聚集的地方 所以呢 所以像有些人 他容易有些拉肚子 肠胃不舒服 或者常常觉得疲倦 我们就可以选用这个气海穴 还有官员穴 就是它的肚脐以下 四根手指头的地方 官员 对 官员呢 我们讲说它其实是男生肠 女生长血的一个重要的穴道 所以说 就是说在生育的条理 或者是说 我们想要有一些人 他可能觉得 容易觉得讲话气不够 或者是常常觉得 譬如说工作比较疲倦的人 我们就适合用一些官员穴 然后接下来 我们要讲一个背部重要的穴道 我们要麻烦翻身一下 所以请黄教练转个身 对 我请观众朋友 也记下这些穴位 非常重要 养生穴位 我们可以找一个穴道 叫做命门穴 命门穴很好找 就是你肚脐正后方 肚脐正后方 肚脐正后方 脊椎这个地方 你可以把它放在上面 一样五分钟 那命门呢 它是我们讲说 我们是讲走在我们的那个 督脉的地方 有些人他容易腰痠 或者是男生想要 譬如说有些精虫状况不好 或者是头发容易白的人 我们可适合放在这个命门穴 还有它旁边 旁开两根手指头 这个肾书穴 肾书穴就在两边 对称的地方 你可以两边轮流放 那肾书穴呢 它就是我们讲说 书穴它就是这个气 这个经络的气走到这边 它会灌到我们的脏腑里面 所以肾书说 有些人想要提肾气 腰痠或者是这种 让自己的那个头发 不要那么容易摆 我们就很适合 用肾书穴做调理 好 这个是刚刚 陈寅师教大家的 快学中医 温久这些穴位 万病自灭 我们再复习好吗 神缺穴 对不对 陈寅师 气海穴 还有官员穴 还有命门穴跟肾书穴 尤其是背部 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 好 来陈寅师继续 你要告诉大家 温养小撇部 是美白排含的姜茶 有哪一些材料 让身体这个 比较抗衰老的这个茶 其实重点是要方便 所以我会请他们 每天就是用一片姜 姜 家里都有姜 然后你可以切一片 那如果说 你今天是很冷很冷 很容易怕冷的 你可以把姜皮去掉 那如果你是比较容易上火的人 你就不用把姜皮去掉 那你就切一片 放在碗里面 然后就是我们吃饭的碗 用一碗水 然后加一茶匙的姜黄粉 那如果说你们比较多人饮用 你可以用这个茶壶 对 然后去煮它 那如果放电锅 你就外锅加一杯水 把它蒸熟以后 起来以后加点蜂蜜 加一点蜂蜜 对 那这个长期服用 对女生有一些美白 还有就是对于这个斑点的形成 也会比较不容易发生 排除体内的寒气 对 而且好像是好东西 为什么 因为加倍小姜 小病不慌 我们常常听到这一句话 是 尤其现在这种湿湿冷冷的天气里面 对 就泡这样一壶 而且泡起来的颜色还挺漂亮的 平常没事我们就这样喝 是 接下来这个VC样是养生食疗 梁院长要分享 这个叫什么呀 他每天都在吃的抗老早餐 叫做豆米糊 糊状的东西 我们把它叫豆米糊 它包刮了 两分量的一个鹰嘴豆 然后一个分量的糙米 一个分量的亚麻糬 那么大概加起来是200克左右 那么做法是这样子 前一个晚上我们先把那个鹰嘴豆泡水 泡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以后 到第二天早上 就连同这个亚麻糬跟这个糙米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这样子 那就倒进这个视线已经放了一公升的玻璃的水 然后之后就倒进去 以后鸡翅就会运作 那么半个小时以后 它所呈现的就是这样子 这种糊状的一个饰品 不要看它好像看起来很简单 它其实营养价值是蛮好的 马上我请院长来分享豆米糊早餐 好棒的早餐 你说这个鹰嘴豆是好的东西 是 这个鹰嘴豆其实大概有七千年的历史 是很久的 它的蛋白质的成分非常高 然后它还有很多平衡血糖的一些维生素 微量元素这些等等 那么而且它的叶酸也特别高 那么我们知道叶酸跟老人吃 四字是有关联的 所以年纪大的多吃一点 这个是好的第一个 第二个亚麻籽就更有意思了 目前台湾大肠还是非常高的 那我会建议除非有特别的因素 亚麻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那么另外超名我们就更知道了 五谷里面我们知道 道吉西苏麦 这五个都是我们的中国人的一个主席 那么有这几个弄在一起 那么再这样做 如果再加个水煮蛋 我们也知道蛋一定要吃 但并不是一般所说的什么胆固醇味膏 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所以我会建议除非你是过敏的人 否则但一定每天都要吃 而且一定要吃一到两个 是 再来一个大红番茄烫熟 一个全麦黑麦全骨 面包两片抹上牛油 牛油不用担心 其实我们常常也被误导了 说这个饱和脂肪有什么都不好 其实这个都跟心缺款没有特别的关系 有问题的是那些我们所谓的黑心油 或者说反式脂肪 这一类的油我们不能吃 那么这个好油要吃 院长我还要再请你分享 你有自己的K餐饮食法 为什么会是K这一个英文字母 请院长来解说 我们知道我们有听过这个饮食里面 有一个My plate 这个我的餐盘 还有这个金字塔 那么事实上这个K更简单 它是一个概念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那个餐的那个分量 应该怎么样分配 一般K的这一边 大概都是重点就是在蔬菜 这个蔬果谷物的 那么另外三个部分 这分别是瓜果类 蛋白质 还有好的油 这是我刚刚特别强调的 好的油是我们一定要吃的 那么有所谓的糖料的问题 它跟油没有关系 是跟我们的那些所谓的糖 吃太多了 因为你看它看起来就是一个K字型 所以这个叫做K餐饮食法 观众朋友这个是创举 潮音波仪器首度镜聚焦的摄影棚 为什么 这是一份坚持 我要特别说明 我们节目的坚持跟潘音师的坚持 因为在现场看仪器 比你外拍来得更清楚 所以我先提醒 你有三个步骤一定要紧盯 第一个紧盯潘音师在做什么 第二个紧盯我们的电脑荧幕 第三个紧盯这个超音波的仪器 来 潘音师首先告诉大家 透过超音波可以看到人体的筋膜 是的 所以这个是掌上型超音波 这是属于掌上型超音波 现在我们的超音波的发展 已经到进步到说可以这样子了 就这么小一台 所以很多的医院 其实用掌上型超音波 医生带着超音波去查房 看着病人一个一个扫 一床一床扫过去 而且这个数字是数位化的 所以可以存档之后 直接传成变子病例 所以现在的仪器进步到这种程度 他已经可以带着走了 是的 好 我们最帅气的黄教练又出现了 他就是我们的最佳model 我请潘音师来进行说明 你想测试什么 我想跟大家先说明一下 我们上次在节目中 我跟大家示范所谓的铁达尼号 对 也就是说我们为了要保护我们的肩颈 现在人非常多肩颈问题 那为什么我们把手撑开来往后 这样子 像铁达尼号这样子 为什么手的动作会影响到脖子呢 我今天就用现代的科技 用仪器的影像来呈现给大家 原来我们的手指头 手掌的这些筋膜 会一路连接 没有断 一直到我们的脖子 所以当我们手过度使用 滑手机用电脑过度使用的时候 紧绷的筋膜会拉扯到你的脖子 天啊 很多人的脖子莫名其妙长骨齿 只会没有体重的 我只是上班做事情而已 为什么我的脖子会长骨齿 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你的手 没有好好的筋膜伸展 这个时候我们利用超音波影像 可以让他感受到说 原来我手的筋膜 对我的脖子 对我的肩膀是这么的重要 我来示范一次给大家看 好 而且观众朋友不要觉得说 潘因师那个我又看不懂 那个超音波 其实我们就是过学 非常地简单 我们现在把探头放在教育的手上 然后大家看看电视萤幕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看到黑的跟白的 大家看黑白 但是不能黑白看 就是说在这个黑色的部分 其实是肌肉 白色的部分呢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有浅的 有中的 有深的 分别是浅肌膜 中肌膜 以及深肌膜 那现在大家把 注目的焦点放在他的浅肌膜上面 我等一下会把探头呢 一路从教练的手 往他的脖子走 大家特别注意 有两个现象 第一个就是他的浅肌膜 一路没有断 一直连到脖子 这个是最重要 大家感受到这个肌膜的相连性 第二个就是大家看到 中肌膜跟深肌膜 彼此就像网路一样 不断地穿插在一起 也就是说 一个浅肌膜的伸展 其实对深层的肌肉 对深层的骨头 其实有相当大的影响 这就是变形金刚的概念 好 继续看潘医师在做什么 大家仔细看 上面那个白白的东西 我现在慢慢慢慢 把探头一直往上面走 最上面的那个白白的 那个那一层呢 其实是一直不断地相连在一起 即使下面的中肌膜 大家也看到 其实是连在一起 我们现在已经慢慢 到了手肘这个地方 到手肘了 对 还是一样连在一起 好 我们现在过 已经过了手肘 开始往上臂走 大家看到 下面上面 其实有一些交通在一起 但是表层的肌膜 一直没有停下来 现在已经在锁骨的上面 大家看到 这白色的一层一层 还是不断地连接在一起 好 慢慢进入血管 跟神经比较多的脖子的阶段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次 在电视上呈现给大家 就是我们从手指头 一路到我们的脖子筋膜 是这么样的连续在一起 所以当我们在做 手的伸展的时候 对于脖子的压力解除 是非常有效的 所以潘医师 有的时候颈椎长骨刺 手的问题 是 先处理手 没有问题 如果你想要保养你的肩颈 有时候光是只有按摩你的肩膀 只有去拉脖子 其实是不够的 因为问题的根源 是在你手上的筋膜 因为我们大量使用我们的手 虽然每次的动作都不是很大 可是累积之后 它的疲劳一直积在我们的手 这个时候 我们现在了解 筋膜的相连性之后 我们就会特别注意 去养生 去保健我们的筋膜 要做铁达泥号 把我们的手的筋膜伸展开来 刚刚这个就是铁达泥号 它是透过小台的超音波 再来 我们还有大台的超音波要进场 为什么 因为潘因师要说不同的姿势 筋是会变形的 是的 我们知道一般的筋膜 其实是软的 可是迪小林有办法 在它出力的那一刹那 把筋膜变成硬的 而且不但硬 可以连结所有其他身体 其他的肌肉 包括脚的肌肉 包括肚子的肌肉 把力量集中在它的寸卷当中 那我现在用超音波 也是第一次让大家知道说 筋膜在平常软的时候 跟硬的时候形状是不一样的 好 我们来看看 教练手是弯的 所以看看它是软软的 然后等到手伸直之后 它就变得紧紧的 变得直直的 跟刚才像软软的 完全不一样 所以它弯起来 看到的 跟伸直 其实大家看到形状在变 大家有看到吗 对 形状是在变 也就是说我们的筋膜 会跟着我们的动作 跟我们的使用而改变它的形状 难怪是变形金刚 是的 也就是说我们筋膜是 我们身体的结地组织里面 最特别的 我们知道骨头是硬的 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肌肉是软的 但是筋膜是可软可硬 可柔可刚 所以我刚才提到说 养生的最重要就是 唤醒你的筋膜 训练你的筋膜 如果你的筋膜 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产生了问题 太紧太松 太摩擦或者神经绑住 又利用现代的医疗 来帮助各位 继续地发展各位的筋膜 好 我们了解原理之后 接下来 我要请潘医师加码 检测自己的筋膜 是不是老化了 再来防止老化 他要教大家 做这一招 叫做卷麻花 卷麻花不但是一个 检测自己筋膜 紧松的方式 它同时一个 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方法 我来示范一次给大家看 首先我们躺在床上 然后我们把右脚弯90度 转到左边去 再来我们把右手伸出来 放到旁边来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右脚转到左边去 右手放在这边 那如果你的筋膜太紧 你会发现你手放不下来 如果你的脚的筋膜太紧 你会发现你的膝盖下不去 所以当你要卷的时候 有时候需要着手来辅助 所以如果你在家里面 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自我检测 我的这个胸口 非常多的人 在这边使用电脑 他的胸小肌非常紧 如果当他胸小肌很紧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放下来 有的人长期坐着 所以他这个腰椎这个地方 是很紧 所以他膝盖下不去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检测 那如果发现 我下不去怎么办呢 就可以用左手的辅助 还有用手慢慢慢慢放下来 来做调整呼吸 我们可以做深呼吸 然后吐气 你就会发现筋膜 慢慢慢慢地放松 那每一次的练习呢 我们用四个呼吸 来做一个cycle 然后每天呢 做两次到三次 这样的筋膜 就会慢慢舒展开来了 接下来请您斗语洞 三位来宾手上的黑袋 都拿到了吗 拿到了吧 准备好了 欢迎聚焦2.0的特别来宾 皇室太极协会的理事长 黄振兵 理事长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各位关注大好 这个是什么 腰带工 对 腰带 这就是我们一般练武的腰带 你十一岁就开始练武 习武四十年 螳螂拳 红拳 太极 少林拳 刀枪 剑棍 你还有心理资商师的执照 对 真的呀 就是从小就是对武术 特别有兴趣 然后就一直练武 练了四十年了 那你为什么说 一条腰带功效多多 我们有影片 这个影片是说它可以防身吗 对 这个腰带呢 在以前的中国摔角里面 有所谓的所谓斗带啊 像这样子斗带 扭带的一个姿势 那这个可以训练我们的一个 拳的一个力量 那当然我们现在把它拿来当养生用 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在养生拳里面呢 如果我们说用斗带的话 我们可以利用这样子来练 那所以说一般 我们在一个腰带拳里面 可能是几个动作 一个头带 好 那这个头带一个动作 这个家里长辈 可以拿毛巾来示范 是没问题的 那毛巾可能短了一点 真的喔 因为我们在做一个 就是我们肌肉的伸展来讲 腰带它的长度 像这边是蛮长的 一定要这么长 对 比较好用 来 我请潘医师 你不是运动员吗 你能抖带吗 刚刚才看过第一次没有蕊过的 可以抖吗 这样的话 不错 是这样吗 有练过了 OK 所以我们平常就可以练习 这个腰带拳法 对 就是腰带拳事实上 是比较属于比较动态的 但是我们一般就是长辈 或者是要养生的话 是要可以练我们的腰带功 那我们就来马上 麻烦这个三位来宾 我们就一起来练习 是 现场考验喔 等等喔 我先让开喔 那这个腰带的长度呢 如果身高超过一八零 我们就不用对折了 好 那如果一八零以下呢 我们就把它对折来使用 好 那这个预备式呢 就很简单地挂在头上 很像那围巾一样 好 我常在笑说说 我们练完的话 流汗也可以拿来查一查啦 好 那我先示范一个就是 所谓的杯弓射日 那我们的手这样子 我们把这个放在这边 然后后面很像一个扫吸的动作 把它背起来 这个叫做外残 把我们的手残起来 我们先残左手 那我们重心放在我们的左脚 然后右手这样子往上拉 对 那手呢 可以尽量靠近一点 这样拔伸的地方才会够 那我们重心放在左脚 然后我们开始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让我们的肩胛骨得到伸展 肩胛骨一般呢 我们就是后面有个高荒穴 它附近很容易是 我们酸痛的地方 那这个动作呢 就是有效地把我们肩胛骨 给活化 然后我们可以再做个定式 做个三五秒 然后我们再给换手来练习 一样回到我们的预备式 现在我们把它外残 残到右手 那我们重心把它放在右脚 好 这个除了我们这样把它伸 伸展我们的这个肩膀 还有这个我们的肩胛骨 它也可以有效地预防的五十肩 还有训练一下 就是把我们重心 放在一只脚来支撑 这样子可以强化我们的 膝关节的一个力量 这就是我们的悲宫舍日 那这个把好玩的 在没事的时候再动一动 这个好 好 那再来呢 第二个动作呢 就是我们来示范一下农夫十岁 农夫十岁是模仿我们农夫呢 以前在重稻骨的时候呢 在减食那个稻碎的一个动作 那也是一样 我们先把它做一个外残的动作 我们先残左手 然后这边我们把它拉到 最高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手指把它撑开 然后我们弯到我们的右脚 的右边 然后尽量伸展 也是一样 三位来宾都可以 那这个动作呢 就可以活化我们的一个咖骨 我们的宽骨 咖骨 这个地方 很多老年人呢 因为这边缺乏运动 所以说到最后老的时候呢 他就这个关节就老化了 那藉由这个地方的伸展 也可以来消除我们腹部 斜肋地方的一个脂肪 所以说我们可以到另外 另外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换到右手来 用外残 然后我们来练习农夫十岁的动作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然后再定式 太美了 然后再起来 这个农夫十岁的动作呢 可以有效活化我们的这个 胯关节 那我们中导年人呢 很多人就置换这个人工关节 在这里 透过这个运动 可以强化你的胯关节 然后呢 还有一个第三 我们再做一个动作 是属于这个回头望月的动作 那回头望月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一样 拥有外残的概念 然后把这个手尽量的称直 那脚部稍微大一点点 然后我们转向后方 好像我们再回头看月亮的感觉 那这个腰胯呢 稍微蹲低一点点 想办法让我们的脸 可以直视正后方 那我们开始做个旋转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样我们的定式定个两三秒钟 好 那我们再来换边练习 那这个回头望月的动作呢 可以强化我们的腰椎的关节 跟我们的咖骨 很多人呢 到中年了后呢 腰酸背痛 对 那么常常这个有做骨神经的问题 那这个动作非常的好 可以来预防 达到一个预防的效果 这画面真是美极了 每个人都做得好好 这个回头望月 然后我们定式定个两三秒 然后再回来 好 那回到我们的预备室 那这个动作呢 可以有效的强化我们的腰椎 腰椎的 我们常在讲腰椎有五节 第四节跟第五节承受了身体 绝大部分的重量 那我们的回头望月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动作 最后呢 就是可能比较要收一点 用点力气了 那这个东西很多人在讲说 老师腰带功全部都是伸展吗 对 那千万不要忘记了 我们人过了四十岁之后 那我们的肌肉每一个年呢 会流失零点八到一个percent 所以说我们要有效的锻炼 让我们的肌肉能够维持住 那我们这个情况 就是我们把抓紧我们的腰带 那最后一个动作 也是我们的收拾 叫做明金收兵 好 那我们把腰带抓紧的时候 我们先一个左上右下 把我们的腰稍微扭动一下 一 变成这样的动作 左上右下 好 那第二个呢 我们把腰向左转 变成右下 右上左下 好 最后的时候 再把我们的腰胯 稍微微地站直 把它平伸 拉平 好 那这个叫做明金收兵 我们在抖动的时候呢 可以有效训练到 我们的一个手部的肌肉 那也可以活化我们的腰胯的关节 所以说那这个动作呢 我们把它练球之后 就变成一个连续的动作 变成这样子 哇 不错耶 那这个呢 有时候在我们在打空拳的时候 拳击 我们想要在练动拳击 打空拳的时候 你到底出的力量有多大呢 有时候你也搞不清楚 那透过我们的拧带跟扭带动作 可以检视一下你的力气 然后所以说 来训练的一个灵敏的反应度 再做一下示范 我们一起来吧 我们数看 我们一的时候用最快的动作 把它一二三做完 试试看好吗 好 来 开始 好啦 好 来宾的话 平常都我在健身 所以说反应非常非常的快 太棒了 这四招 谢谢理事长 如果说自己快要感冒 我也觉得喉咙痛不舒服 我就会赶快用一些萝卜泥 然后可能我拌一些菜 这样一起吞下去 这个好耶 如果可以的话还闭着眼睛 还要闭着眼睛了 闭着眼睛 你的那个本体智慧 会知道你的知识觉在哪里 可以转一圈过来 我已经不是为了这个去练人意 天生就会 这样就是先天性的韧带比较松实 这位软筋体词 漂亮的陈医师告诉大家说 因为你要分享你的老师 老师是张布陶 那个时候说老师的养生撇步 他每天生吞49颗黑豆 是的 因为其实我们讲说 其实黑豆它有很好的蛋白质以外 它有很多的花青素 本身就有一些抗衰老的作用 那因为在中医来讲 黑豆它本身就是我们讲说色黑入肾 所以我们讲说补肾 就是说大家会建议说 可以吃一些黑色的东西 那像黑豆就是很好的选择 甚至其实在研究上也发现说你想要保持年轻 像我自己前一阵子开始 因为我觉得保养 女生开始到了四十岁 我觉得保养好重要 所以我自己 我是没有生吞黑豆 但是我每天会自己喝一杯自己做的黑豆浆 骨糖的 对 那所以其实说 因为以前老师是鼓励生吞黑豆 那因为这个是方便你不用煮 所以你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刷完牙以后呢 喝一杯热开水以后就生吞黑豆四十九颗 那但是这个时候就是说如果是肠味道功能比较好的人可能会比较适合 但是如果你是容易拉肚子的人可能就不太适合 那有些人排便比较不顺的话 他就是可能适合用这个方式 那我自己是更改了这个方法 那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对于生吞黑豆可能 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较恐惧 对所以我自己把它改良 我就是每天喝一杯就是无糖的黑豆浆 因为老师是讲说之前有一个个案 他是因为很早年龄很早就白头发 所以他吞了两三年之后 他的头发就渐渐比较黑 那我遇到的那个患者 他是一个女生一个妈妈 那他在吞的这个过程 我觉得他的整个人的气色 就是慢慢的有比较好 那皮肤也很亮丽 陈医师你说我们这种天气 预防感冒 可以吃萝卜喝热茶 哇气得医师们一爬 但是肚子很胀的时候 就是切两三块的萝卜 咬一咬化痰消胀气 可是萝卜不是凉的吗 对没有错 但是萝卜它本身有很多的维他命C 它有些杀菌的作用 所以说像其实我们在讲说 因为我们会跟着季节 吃这个适合的蔬菜跟水果 那因为萝卜本身 其实它有一些 它还是有些调气 而且是调肠胃的气的作用 那因为我们中医讲说 其实我们人后天的气的来源 就是从脾胃来的 那因为萝卜这个东西 它本身有很好的健脾胃的效果 所以像有些人他消化不良 我们讲说他可以消气 消脏气或者是化石机 就是说你消化不良的话 你可以吃一些萝卜泥 所以你看像日本人他们的饮食 或者是像火锅店 你会发现它提供很多的白萝卜泥 那我自己是如果说自己快要感冒 我也觉得喉咙痛不舒服 我就会赶快用一些萝卜泥 然后可能我拌一些菜 这样一起吞下去 那会让这个喉咙的 这个喉咙痛有比较好的缓解的效果 这个就是萝卜泥对不对 对没有错 你已经自己做好了 所以我们就在家里面 对那因为它的味道 比较重一点点 所以就是说如果有些人 他如果觉得这个味道 有点没有那么力 你可以加一点点的酱油 那我自己的话是直接 就是直接这样生吃 再来 要送你观众朋友陈医师说 这中医师的通血管秘方 是 这个药材包含什么呢 对这个的话 就是其实在家里 可以自己做养生茶 那其实我们里面呢 我们这个中医 尤其是冬天来了 我们很注重心血管的保养 那我们里面呢 会请他们用就是像单身五千 因为单身它本身 有一些凉血消用的效果 意思就是说 它会让我们的这个 血液循环比较好 比如说像有些 有心血管问题的人 我们会鼓励它 可以多用一些单身来泡茶 还有三七 三七它其实有点 我们有点讲说 它有点像天然的 阿斯匹林的效果 所以这个东西 那我们中医讲说 这两种药材 它有一些消用 消用是什么 就是说像有时候 身体有时候可能容易 有一些癌症体质 或者是容易长一些 有的没有的 我们也会请它说 可以用这个药材来做保养 那里面我们同时 也会搭配姜黄 还有制甘草 制甘草它有一些 补气的效果 那姜黄本身一样呢 对于心血管的保养 有一些很好的作用 所以这三个药材 配在一起 可以把它用 一千细细的水 放到锅子里面先煮滚 跟药材一起煮滚以后 再盖锅盖 留点小缝 转小火煮四十分钟 这药材就做完了 安神保肝 对 没有错 好 非常好的通血管秘方 来院长 您那一支是什么 拿起来给大家看看 这什么 手机 这是你的手机啊 你有Line吗 没有 你没有Line 所以你拿的是 最阳春版的古董机 它只可以拿来打电话 是 紧急用 为什么呢 这个 还常叹一口气 因为你觉得 现在的不射太高了 对不对 对 如果我们这样子说好了 我们知道辐射 有分游离跟非游离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 非游离辐射太高 当然我们的大自然 本来就有很高的辐射 但是那个辐射 是跟我们人类 一直在演化过来的 但是近一百年 如果我们想一想 我们的电是一八七九年才有的 所以到现在其实一百多年而已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 电子辐射的一些改变 在近三五十年 它的背景已经超过我们原来有的 十的十五次到十的十八次放 是多少了一千亿到一千兆 这么大的一个背景 最主要是对我个人来讲 我认为这个东西只是一个工具 那我善用它就好了 千万不要大家不要被绑架 不要太重度使用者了 因为否则电磁不射 敏感症会出现 是 院长我想请你分享 什么叫做十爪操 观众朋友 接下来你一定要学起来 这是抗衰老十爪操 那个很简单 其实就是动手指 手指头在拼命在动 那为什么这样子会有用呢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手指的一个活动 是跟我们的大脑 尤其是前耳叶很有关系 有一个我们叫运动皮质 还有一个是感觉皮质 这个部分都是随着我们年龄增加 它会慢慢的摔队 尤其是我刚刚讲的 每一个所谓非油力辐射的那么强 事实上是对着我们 很多人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会出现的 所以常做这些动作会有助于 我们不会一下子丢掉 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动作也好 或者说这个敏感也好了 就包括我们前面几位所讲的 怎么样去养生 其实是要系统性的 当然你能够药也很好 那湿也很好 这些通通都很重要 但是脑袋是我们十大衰老问题的 第一个 脑袋瓜如果一旦不灵光 就很多事情都不能做 有一招是好上加好是什么 也就是说院长倒着走路 倒着走路 如果还可以边坐石爪操 不是最好吗 就这样子 我们这样子 边在脚尖走路 现在垫走 然后再回去 倒着走 对 这个好 如果可以的话还闭着眼睛 还要闭着眼睛 闭着眼睛 因为我刚刚有讲过 闭着眼睛 你的那个本体智慧 会知道你的知觉在哪里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些 神经网路的一个串联 因为现在很多问题都是 出在我们大脑的神经网路 常常断讯 所以记忆力会比较差 丢东丢西 或者说有时候 又忘了这个忘了那个 或者说失眠 甚至影响情绪 很多很多 哇 施爪操 垫着脚尖 退着走 院长的教学 很简单 其实这就很简单 学起来 每个人都可以说 好 我们要告诉大家 什么是变形金刚 潘一诗 唤醒金魔 所以我们要训练金魔 还是步枪金魔 我要举一个例子 大家看这个照片上 这位在我旁边 是一位70岁的运动员 真的啊 这位运动员很有趣 我们给他一个昵称 叫原子小金刚 那为什么叫原子小金刚 就是说他其实 到了70岁 还非常有斗志 他为了要在桌球台上面 赢上对手 他不辞心劳 飞到大陆去找桌球教练 教他桌球 教他一些密招 可以回来台湾 可以打败对手 所以呢 但是他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虽然有常常做训练 那我们这边讲说 金魔对于我们的养生 非常重要 那金魔连通全身 可以训练肌肉 但是呢 在某些情况下 当然我们知道要唤醒金魔 要训练肌膜 但是呢 这位言举是小金刚呢 他的肌膜出了一点状况 那也就是说 他的强度不够 或者是呢 有些肌膜太紧 有些肌膜太松 这个时候就要借助 现代医学的力量 利用一些新的科技 新的医疗 帮助他做补强的动作 也就是说 他到诊所来 就是帮他做补强肌膜 结果呢 他拜师之后 经过这些补强肌膜的动作之后呢 他就成功地击败对手 对 来潘医师 软Q的体质病痛容易产生 为什么 因为肌肉比别人更容易僵硬 常常这边扭到那边拉伤 一旦受伤 要拖很久才不圆 明明没有从事粗重的工作 经常莫名其妙的 腰酸背痛跟肩颈僵硬 明显的脊椎侧弯 常伴随过敏的体质 什么是软Q体质 是 那我们刚才跟你讲 就是说 肌膜非常重要 但是有些人呢 先天肌膜就比较弱 那这种人叫做软筋体质 那我们最好的妈呢 就是我们的主持人 好吧 所以我们来示范一下 因为常常跟制作人告假说 我手痛他们不相信 好 大家可以看 就是说 看起来是一个笔直的手肘 但是呢 一个软筋体质的患者呢 其实在医师在做检测的时候 大家其实不要在家里面 自己练习 要有专业的医师来做 那大家可以看 我们轻轻地从旁边 可以转一圈过来 我已经不是为了这个去练了一门 然后天生就会 所以这样 就是先天性的韧带比较松弛 我们称为软筋体质 那医学上称为 良性关节过松症 那我们再转一次给大家看 它其实最恶心的地方 是它不会痛 恶心 就是它最恐怖的地方 它不会痛 就是表示什么呢 我等一下一个解释给大家 我们再转一次 可以这样转360度 再转回来 所以如果速度快的话 就变直升机飞上去了 好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是韧带比较松弛 那为什么韧带松弛 跟我们养生 跟我们疼痛有关系呢 是因为韧带是松的 所以当我们的关节 在一个压力之下 或者是我们过度使用的时候 我们自己身体是不知道的 所以刚才我在帮文英转的时候 其实文英其实不会疼痛 所以当我们的过度使用的时候 一个软筋体质的人 大部分是女性 她其实没有意识到自己受伤了 所以等到自己痛的时候 才发现不得了 很不舒服 所以软筋体质的人 要特别特别注意 照顾自己的关节 尤其是肌肉的力量 那慢慢慢慢地训练 可以预防自己的运动伤害 可以预防筋骨串动 甚至有养生的效果 那我还看到我的人的手指是往下扳 就是这一个 这个又是怎么回事 大家看到一般的人 你如果把大拇指往后压 像我的手 我的大拇指会到这里 一个软筋体质的人 他甚至大拇指可以贴在这个手背上 那这个就是我们临床上 有很多很多的指标 来诊断软筋体质 好的 谢谢潘医师 所以以后如果妈妈说 我真的不舒服 我只是提个菜篮 我就受伤了 她真的不是在装病 因为她有可能是软Q体质 疼痛是很容易产生的 怎么办 你就是要运动 要部件 要预防 多看聚焦2.0 为什么你就学到宝贵的一堂课了吗 来 陈医师 你要分享独门的养生小撇步 你每周都跳两次的芭蕾瑜伽 这么强啊 你可以把手指头 弄这个爪状的样子 然后这样子 就会有一些放松的效果 来 陈医师 你要分享独门的养生小撇步 你每周都跳两次的芭蕾瑜伽 这么强啊 对 因为那个 我们现在他们 我们叫这个Bar 那它就是有一点结合 这个皮拉提斯 跟那个把干的一些芭蕾的动作 然后去把这个筋拉开 还要顺便练习这个核心肌群 然后你要教大家说 我们可以做这个书鸦敲头皮吧 是 书鸦敲头皮就是说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 因为大家可能压力也大 然后 而且其实 我觉得其实刚刚梁院长也提到很多 我们的这一些辐射 还有环境的刺激过多 所以我觉得现在普遍的人 其实睡眠状况 常常都是出问题的 所以我都会告诉他们说 如果你有睡不好的问题 像以前我们在诊所里面 我们会有那一个气心针 直接帮Passion敲头皮 回去他都会说好好睡 或者是说甚至在针灸的时候 我们会帮他针头皮 那他在家里可以怎么做 他可以用那个针书 就是比较多那个 有点比较多根 选那种比较多根细细针的这种书子 然后你要敲头皮的时候 要怎么敲呢 就是从正中央 这样子 我用手示范 假设这是书子的话 我们就是从前面这样子 轻轻地拍 往后 轻拍 对但是帧数掐下去会比较有感觉 轻敲 然后沿着这个两边 这样子慢慢敲下去 两边这样子沿着经络敲 如果你是用手指头也可以 那帧数会比较有感觉 如果你用手指头 你可以把手指头 用这个爪状的样子 然后这样子 但是因为我觉得 你的手指头的力道比较轻 那你可以用针书 它那个感觉会比较强 然后它就会有一些放松的效果 很棒 陈医师继续要教 这个是按摩眼周的眉心 攒竹 余腰 还有丝竹空跟四白 对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人 第一个我们用眼过度 电脑还有手机 一整天使用时间 整个是过长的 然后其实大家不自觉的时候 尤其是你在工作 你的整个上半身的肌肉是紧的 所以很多人会有一些肩颈酸痛的问题 或者是觉得头痛 什么这些问题 或是压力 那是其实有时候 我们刚刚有理事长帮我们示范这些动作 但是其实你自己有时候在家里 或是在办公室 你觉得疲倦的时候 你可以按这些穴道 它也有些放松的效果 比如说按眉头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斬竹穴 还有余腰在眉中的地方 余腰 还有在眉尾的地方 凹陷的地方四足空 还有眼瞳孔正下方 这里凹陷出一个四白穴 那你重压 压到酸 眼睛闭起来 休息 让你觉得有放松的效果 那这样子也可以有一些 感谢观看